现在是我补了 明天差不多了 对 明天解决了 就到时候 到时候就那啥的 到时候带我妈重新去买一套 买一套便宜点的 越便宜越好 四五十左右的 晚上好 冷静干 都那时候是晚的吗 啥东西啊 晚上的晚没洗 明天再洗吧 我有点头疼 你不要看我现在精神很好 我下个直播就跟 就跟他妈跟聊狗似的 真的 我头疼得很 秀小弟以外 你想干啥呀 你拜我 你不得带着水果拜我了 水果呢 你不得给我带杯饮料 带着水果 你就这么拜呀 毛病房出了 嗯 出了 出了之后去买个便宜点的 我妈妈呢 嗯 也挺复杂的 到时候我就去看看这门口 我没有钱呢 你给我 你去偷你家水果呀 便宜面积大 有学校就行了 别让太多了 嗯 头疼 真是头疼 欢迎小豆 有人跟我说说话还好一点 这样我把直播时间先 这几天直播时间肯定不太稳定 你等我几年 我等你几天我都老了我 我还播的动吗 嗯 嗯 嗯 要不那场呢 到时候 是吧 说不定咱留个联系方式 你到这微信抓我 等姐姐结婚的时候 我赚钱给我 税额分子啥的 我赚钱来啥都买 不行 不能啥都买 是不是降了没降 我们家的房子没降 但是也是亏的 亏的全是利息 别人买过去没降 别人买过去还涨了 嗯 看什么地方吧 真的是 我们家的房子买过来 然后我买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去跟我一起去买的时候 是多少 反正就是 没降 一点没降 北京房子扫一份 都没有用 所以亏全力一些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有点想跟宝伴修学 兄弟们 我其实平时 我其实有的时候 挺没主意的 真的 我这个人有点徘徊 我就想给他办修学 我想把他带他抬出去 没什么投资价值 但是小城市的房子有点好玩 我跟你说 特别是县城的房子 县城的房子 它不怎么降 也不会怎么跌 而且不怎么涨 它也不怎么跌 我想给他办修学 然后把他带他抬出去 让他去找老师 补习个一年半载的 到时候 休学回来 继续读个四年级 我要现在就这么走的 的话 我感觉 学习成绩太差了 四年级 你们知道是啥概念吗 它以后就是一个 彻彻底底的文盲 算了 算了